大家好 我是多拉斯梦 多谢你收看陈老师的节目 本来今集是想说Charlie Munger 所写的《穷查理宝典》 因为他在上个月亦即是2023年11月28日 已经与世长辞 为什么Charlie Munger 写的那本书 会叫做《穷查理宝典》? 这个书名是用来致敬Benjamin Franklin Benjamin Franklin 亦即是富兰克林 他在1733年至1758年 是以Purot Charlie这个笔名去写了一本书 叫做《Purot Charlie's Almanac 穷查理年鑑》 所以我觉得我应该先说这本书 因为这本书又是格言体 即是一条一条的格言 我见大家对之前的另一本 由KK所写的《500条宝贵的人生建议》 大家都很喜欢这种方式 而且最关键的地方就是我不用写稿 我读就可以了 又可以握一期节目了 所以今集就是说 Benjamin Franklin所写的《Purot Charlie's Almanac 》 看看我录多久 富兰克林不用我介绍他了 他绝对是一个很厉害的人 是一个通才之中的通才 是达文西的一类人 而富兰克林也是Charlie Munger的偶像 所以总之就是猛料 这个Pur Charlie是富兰克林的笔名 亦是一个虚寇的人物 在这个人身上 是充分展现了富兰克林自己的聪明才智 富兰克林生于1706年 在1790年来世 他是一个存财 为什么说他存财呢 他是一个印刷商 一个作家 哲学家 科学家 法明家 外交家 和政治家 你看他可以印在一百元美金上面 就知道这个人不惹小 他是美国十八世纪后半叶 所有重大事件之中的关键人物 富兰克林小时候很穷 不过在商业领域 他获得了极大的成就 42岁就已经退休了 而在科技方面 美国没有人不知道他喜欢玩天上的电 而在政治和外交上面 他都傾了不少的心血 甚至可以说政治舞台才开正他那一份 在美国的独立战争里 他争取到法国的支持 而如果你想了解早期美国的历史 一定要去看看富兰克林的人生 富兰克林出生在一个很虔诚的清教徒的家里 家里有17个小朋友 他排第15 也是家里最小的一个儿子 因为家里并不富裕 很小就要出来找食 到他12岁的时候 他去了他哥哥的出版社做学徒 自此就投身了印刷业 去到1723年 因为受不了他哥哥的专制 所以就离家出走 去了费城的一间印刷厂做事 用了几年时间 他就自己开了一间印刷厂 去到1729年 他已经接管了 賓夕法林亚公布 以及成为当地最大的公共印刷商 去到1737年 他就当选为费城的邮政局长 而在1732年的时候 他发现哎呀死了 不知印什么书好 但年近岁晚没有书印怎么办 于是他就决定自己写一本书 富南克林就借用了一个 已故的占星学家 查理桑德斯这个名字 虚构了一个人物 又参考了他哥哥 曾出版过的一本 《穷罗宾连鑑》 这本书的书名 创作了《穷查理连鑑》这本书 这本书一经出版 为富南克林赚了一大笔钱 在当时的美国 每个人家里面 除了有《圣经》之外 还会有很多本的《连鑑》 在早期的出版物里面 《连鑑》里面是什么都有的 类似于我们现在的《通圣》 除了有日历之外 还会教你太阳 月亮的知识 天体运行的规律 什么时候潮脏 什么宗教节日 什么时候要播种 水手和渔夫什么时候要回归 去旅行乘车又乘船 如果没有带保济丸 怎么办 这些知识 因为以前没有Internet 唯有带着一本《连鑑》 去看看我每天要做些什么 每天不可以做些什么 但其实写完这些东西 很沉闷 本书出来出去都是差不多 不是麦玲玲的蜜头 就是苏文峰的蜜头 不是苏文峰的蜜头 就是司徒发症的蜜头 但里面的东西都是说差不多的 只不过就是少了那些 熟书的朋友 熟牛的朋友 所以阿富南克林觉得 我是不行的 我一定要令到这本书耳目一身 我要和所有的通性 所有的鸡连运程不一样 于是他就以 《穷查理》 《普查理》 这个名字出了这本书 为了吸引大家去买这本书 更加好地售售这本书 阿富南克林 还在《连鑑》里 郑仲奇是地预测 一个美国知名的 《连鑑》作家 泰坦利茲的死亡时间 错 人家都没死 你出一本《连鑑》 在这个年代每年 可以卖到一万本 而富南克林的《穷查理》 《连鑑》 和其他《连鑑》最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他在不同地方收集了很多针研 他并没有否认这些针研 是他参考了不同地方的隔研再改写 但他并不是完全照抄 而是进行了一些润饰和加工 亦都是因为他这样做 这些针研才流芳百世 经久不遂 在1733年至1758年这25年里 富南克林每年都会出版一本《连鑑》 而《穷查理》亦都不断发生变化 从最初的那个老实的天文学家 全世界都知道他因为穷 才写这本书的人 慢慢转变成为一位忠诚的平民百姓 不断输出一些美国的价值观 一些美特 在内容方面 前十年会着重大众的娱乐性 后十年就以道德教化为主 着重教育 后来也陆陆陆陆陆陆加了很多插业 附刊在内容 所以这本书慢慢变成会记录历史事件 文学作品 科学知识的雜誌 它的功能慢慢变成是教导读者 不再是娱乐读者 它的写作风格也慢慢从搞笑 侄恶如仇 用俗 慢慢过渡到慎重 沉稳的写作风格 换随着它的影响力越来越大 为了去实践他自己在针研上所说的那些说话 他都付出了很多行动 例如1731年他就和朋友在美国开了第一间流动图书馆 之后美国的各地也都开始学他这样做 去到1736年他又成立了一个消防队 1743年成立了美国哲学学会 1749年简直开了一间大学 这间大学就是后来的宾夕法尼亚大学 1751年他开了一间保险公司 以及一间城市医院 他还做了很多改善城市生活的事情 例如在路上安排人定期去清洁道路 也都引证他自己所说的一句说话 人类的幸福不是来自偶然的幸运 而是来自每日的小恩惠 我们现在很多现代的一些公共政策 公共设施其实都是由富兰克林在美国那里实施的 而去到他退休之后他就开始继续致力于科学领域的研究 尤其是电学方面的实验 他得出了一个结论 就是电是有形态之分的 这个突破性的研究令到他在1756年和1772年 分别被选入英国皇家学院和法兰西科学院 之后富兰克林遥西又变成了美国享负姓名的科学家 在13个殖民地中他的声望都是很高的 而在这个过程中他还发明了避雷针 自此之后世界各地的每一间屋的屋顶上面都装了避雷针 后来因为英国和美国本土的矛盾越来越大 富兰克林一直都坚持美国的殖民地是需要有自由的 所以慢慢他的身份就由一个英国的国民变成美利坚人 1775年英国的书物院的官员就开始攻击他 搞到他没办法不离开英国回汇城 去到1776年富兰克林去了法国 劝法国政府支持美国革命 当时法国的文学界和科学界都将他当成是启蒙主义者 和娼妒美德的化身 后来美国独立战争结束之后 英美就签订了巴黎条约 富兰克林是作为美国的谈判代表 去到1785年他又回汇城 1787年他参加制宪会议 之后他剩下的余生都继续为了废除奴隶制而不断努力 对于一个这么传奇的人 他所出版的一本这么受欢迎的书 我们又怎么可以错过呢? 今集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这本书究竟讲什么 这本《穷残理年监》分成了十章 每章都有些格言 第一章 勤劍之道 第二章 智富之术 第三章 财富之悟 第四章 严谨人生 第五章 人生美德 第六章 爱情与友谊 第七章 智慧之门 第八章 人生秩序 第九章 人生之旅 第十章 哲理人生 有机会跟大家找一些名人 讲讲他们的传记 我觉得如果大家喜欢的话 其实都是一个挺好的题材 第一章 勤劍之道 第一条格言 一个人想要达到辉煌 就必须要付出 第二 对于勤奋的人 一切都容易 对于懒惰的人来说 一切都困难 第三 勤奋加耐性 老鼠都咬断醒 四 懒惰和寡言 是傻仔的得行 五 勤奋是好运之母 六 在签名之前收钱 在签名之后付钱 七 有人思想懒惰 有人身体懒惰 八 勤奋无需天词 九 懒惰的人 我和你讲 上帝切了对脚和手给你 就是叫你去用他们 十 每个人都应该 为自己的无所事事 而感到惭愧 十一 睡懒觉的狐狸 捉不到鸡 立即起床 十二 折省而享有 好过消费而祈求 十三 懒重 起床 一直沉睡 就是浪费生命 在坟墓里面 你可以睡得够 十四 早睡早起 健康 富有 又聪明 十五 自助者 天助智 十六 早上晚起床的人 只可以忙碌整日 直到晚坑也不一定 能够完成工作 十七 懒惰就像铁兽一样 他选好的程度 还比你使用他 整日都用的锁匙 总是会闪亮亮的 流水不负 户书不道 十八 如果你热爱自己的生命 那就不要浪费时间 因为它是组成生命的材料 十九 悠闲的生活 不等于懒散的生活 二十 时间一去不复返 二十一 忙碌的人 很少有懒散的客人 沸腾的水煲 不会受到污鹰的侵扰 二十二 上帝将一切赐给勤劳的人 二十三 如果你想得到悠闲 那就应该珍惜你的时光 二十四 趁那些懒虫偷懒的时候 挖深一点你快田 你会得到很多农作物 既可以卖又可以存起它 二十五 懒惰用慢吞吞的步伐前进 贫穷很快就追到它了 二十六 我们硬是说有足够的时间 但事实证明长得很少 二十七 在劳动者的家里外面 贫穷伸个头进来装下装下 但是就不够胆进来 二十八 靠希望才能够生存的人死得快 二十九 今天的事情今天完成 不要拖到明天 三十 诚实先苦后甜 欺诈就先甜后苦 三十一 讨价还价 并没有为了小恩小慧而折腰那么羞恥 三十二 说马不好的人 正正是想买马的人 三十三 荣誉是不会给懒惰的人 三十四 勤奋克服困难 懒惰制造困难 三十五 戴手套的猫捉不到老鼠 三十六 勤奋者获得学问 精明者获得财富 勇敢者掌握命运 善良的人走向天堂 三十七 如果你想通过耕田而轻旺发达 那么就唯有自己拿着狗尺钉扒了 三十八 懒惰就万事困难 勤奋就万事容易 三十九 不努无获 四十 勤奋上还债务 绝望增加债务 四十一 很多人靠耍小聪明生活 但最后就因为寄穷而落脱 四十二 趁今天还没过去好好工作 因为哪个都不可以确定 明天将会有多少事情拖住你的手脚 四十三 所有的东西 便宜的方法是折药 而昂贵的花费是浪费 四十四 喝水吧 省点钱放在袋里面 将你那个干糖的肚皮放在碗里面 四十五 折劫的荷兰人有句名言 将赚到手的钱全部都存起身 四十六 国王的芝士就算在批皮的时候浪费了一半 亦都不会觉得可惜 因为旧芝士是用人民的牛奶所做的 四十七 它一银一银地乱洗 最后不单止养了自己 还养了其他人 四十八 我很少见到饿死的人 但就经常见到饱死的人 四十九 如果你是一个谨慎而诚实的人 就算一年赚到六磅 都可以当成一百磅地利用 五十 不吃晚餐睡觉 好过背着周身债吃早餐 五十一 得失不分大小 五十二 饮鼠不停地挖洞 最终挖出来的泥就会堆积成山 五十三 某一份小小的开支 都需要仔细考虑 不可以浪费 五十四 大钱都是由小钱日积月累而得回来 五十五 省得一毫子就是赚了一毫子 每日採一支银针 年底就可以有一定银 五十六 当你想买新衣服的时候 不妨把旧衣服揉一次 看看可不可以通过洗一下它 逢一下它再穿一年 记住 衣服穿了又补回它 但袋里面有钱的人 无论都要被那些被告 但没钱还的人要好得多 还有可贵得多 五十七 如果一个人不知道 如何折剑地生活 他可能一世人都会埋头在石磨旁边 最终毫无价值地走向死亡 五十八 为了晚年之需 应该要养成尽力折剑的习惯 六十五 和二十年的光阴 都是一样用不光的 六十二 井干方枝水柜 六十三 少不开枝需要谨慎注意 因为小小的漏洞也能够令到大船沉没 六十四 如果你一分钟都不可以把握 那就更加不要轻易地抛弃一粒钟 六十五 陷下是为了从事有益之事而准备的时间 六十八 勤奋的人能够赢得这种闲闲的时间 而懒惰的人就不可能 六十六 千万不要让太阳低头地说 躺在这里的那个是一个不光彩的人 第二章 智富之术 一 滴水穿石 二 骄傲高涨 财富减少 三 建造两粒烟囱很容易 而要令到他们不断地飙烟就很困难 四 能够赚到多少就赚多少 赚到之后就要守住他 这个就是点石成金的竅门 五 如果你知道如何令到收入多于支出 你就懂得点金术了 六 勤奋 坚毅和折剑 创造财富 七 驾驭自己的事业 不要令到事业驾驭了你 八 如果你想拥有一个满意的仆人 那你就自己照顾自己了 九 精明的买卖要经过心思熟虑再付诸实现 十 不会有行衰慧的人会因为好运而苦虏 十一 监供不细心就相当于打开个荷包任人拿 十二 缺乏谨慎比缺乏知识 比我们所造成的危害更加之大 十三 撒取和拥有 有时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 十四 如果想要富有 省 要大过入 印度群岛没有办法令到西班牙富足 就是因为入不付出 十五 如果想钓到鱼 就必须要使用鱼利 十六 生意做得好 就适宜持续 生意做得不好就要想对策 第三章 财富之悟 一 不是他拥有财富 而是财富拥有了他 二 财富属于懂得分享他的人 而不属于只懂得占有他的人 三 如果欲望在女人和酒 游戏和片术之间变大 那财富就会相对来说变少了 四 如果你有万贯家财 是可以一泽千金去投机 但一只艇仔就不应该离岸远行了 五 财富越多事务越忙 六 失意的时候没有人认识你 得意的时候你不认识自己 七 想要花钱的时候 看看你的荷包先 八 饮酒快的人找数万 九 工作未完成就付钱 那工作价值就会贬值 十 贫穷就是需要一些东西 奢侈就是需要很多东西 而贪婪就需要全部东西 十 一 利益蒙蔽了一些人的双眼 但是也都为另外一些人带来啟发 十二 拥有金钱的好处 就是可以使用金钱 十三 财富和知足 并不是整天都躺在同一张床上面 十四 人有一技之长 就等于有收入和荣誉 十五 当我有牛有羊的时候 人人见到我都会和我点头行礼 十六 管理好家商铺就足够吃饱你了 十七 最大的恶杂是负债 其次是说大话 十八 在财富上我们发现了罪恶 在逆境上我们发现了未得 十九 放数的人比借钱的人好记性 二十 债权人都撞了邪了 他们是既定日子和时间的伟大遵守者 二十一 很多人的财富多了 良心就会坏了 二十二 人穷百样缺 二十三 假如你想了解金钱的价值 那就去借一点 二十四 还清你的欠债 你将会明白自身的价值所在 二十五 一旦今天买了一些没用的东西回来 那明天就只可以买了一些生活的必需品 二十六 圣诞晚宴祈祷的时候要注意 不要令你的餐桌成为陷阱 和那些穷人一起分享上帝的恩赐 二十七 欲畜則不达 二十八 很多人认为自己花钱买快乐 其实是花钱做了快乐的奴隶 二十九 贪婪和幸福就好像两条平衡线 他们是不会结晰到对方的 三十 得到好小而知足 好过得到好多而争吵 三十一 搬三次屋 就好像发生了一场火灾 三十二 别通过一个人礼拜日的打扮 来判断他有多少财富和虔诚的程度 三十三 穷人扮成有钱人 就好像一只青蛙谷起的肚子 就想着和一只牛打架 三十四 知足令到穷人变富 贪婪令到富人变穷 三十五 谁才是有钱人 知足的人就是 知足的人是谁 是那些无名小辈 三十六 如果一个人得到了整个世界 但是就没有了自己的灵魂 那又有什么用呢? 如果不注重这个方面 就算他以后飞黄腾达 但是在明眼人的心目中 他永远都是一贫如死 三十七 穷人会说自己几乎什么都没有 乞与 简直会说自己一无所有 但是有钱人就算拥有很多东西 都不会有人说已经足够了 三十八 穷人为了食不果福而优秀 而有钱人在想着 如何才可以更加开胃 三十九 拿出你一部分的财富来做善事 如果不是 上帝会根据你做了多少善事 来去改变你的财产 第四章 人生美得 一 不要吃那么多芝士和咸肉 二 病痛和瘟疫 经常都会对那些对走肉 女色 惰性 没有自制力的人 不停咬住不放 三 凡事以愤怒开始 结果必以失败告终 四 去爱你的敌人 因为他们能够指出你的缺点 五 令到其他人受伤一次 还不如自己多受几次伤 六 如果自己家的窗是玻璃做的 那就千万不要扔石头去邻居家 七 同一时间追两只兔子 就是会出现这样的结局 这只跑走了 另一只也捉不住 八 同敌人开玩笑 成为你的朋友的可能性很小 但是 同朋友开玩笑 就令到他成为你敌人的可能性大增 九 不停吃很多的肉 你将会失去很多餐饭 十 晚餐吃少些 你就可以吃少些药 十一 吃过鱼 你就不会想喝牛奶 十二 同吃喝一样 凡事都要节制 十三 你的荷包 会被巨大的诱惑所掏空 十四 不理智就会挨苦 十八 克制住第一个欲望很容易 但满足之后的欲望就很困难 十六 快乐太多会痛苦 自由过度会变成束缚 物极必反 十七 内心可以帮助人得到他所希望的一切 十八 不要感激过度 如果不是 你会被人兜一脚的 十九 要长寿 小吃饭 二十 年轻人 老人和病人需要不同的饮食 工作的时候好像要活一百年那么努力 祈祷的时候就好像明天就要离世那么珍惜 二十二 十个里面有九个人都是自取滅亡的 二十三 合理的饮食令到人远离疾病 这样的人很少病 而一旦病也会有较强的承受力 会迅速康复 因为疾病源自于过度饮食 二十四 愚钝的人的心生在嘴上 智者的嘴生在心上 二十五 说错事还比做错事 二十六 不愚梅不精明 但要做一个明白人 二十七 小朋友很快就学会说话 要令到他们学会管理自己的嘴上 二十八 今天有一只蛋 胜过明天有一只鸡 二十九 对你全部的说话都称赞的人 不要轻易相信他们 三十 重大问题需要慎重回答 三十一 连自己的嘴上都管不好的人 又怎么去管理好其他人的嘴上 三十二 如果要保守一个三个人都知道的秘密 除非有两个人已经死了 三十三 生活安逸的人 知道的东西不会全部说出来 看到的东西不会乱说 三十四 言多必失 三十五 聪明反被聪明误 开玩笑 不是整天都是笑一下就可以被原谅 人有时会把怨恨埋藏在心底 表面固作轻松 但内心就无比那么痛苦 错了 我们以为伤口会自动愈合 哈哈 结果是会越来越差 就好像拗痕一样 怨拗会越痛 随着时间推移 他就会化弄和潰难 三十六 小说话 多做事 三十七 如果你想要寻求建议 我将会简短地告诉你 对聪明的人来说 说一句就够了 长篇大论又有什么用呢 他又不可以装满你的背 三十八 言语虽然很难创造很大的屈辱 就等于出卖自己的自由 四十一 叫个懵柄收爹 当然不够礼貌 但是如果被他继续发言 就是一种残忍 四十二 愚者切宴 智者享用 四十三 蚂蚁虽然默默无闻 但是就是最佳的传教士 四十四 把口袋过游的人 既善于吹捧 亦都善于说大话 四十五 魅力一无是处 糊涂难以求得 四十六 喝酒的时候所听到的钟谷 过了之后 就好像水般蒸发了 四十七 令到你的不满成为秘密 如果令到其他人知道 不单止会遭到鄙视 而且还会增添不满 四十八 和其他人说话的时候 看着他的眼睛 其他人跟你说话的时候 看着他的嘴 四十九 你的舌虽然柔软 但是就很有力 五十 就算人的舌 又软又没有骨头 但是他就有能力 敲断人的脊椎 五十一 想要令到父母 因为你而自豪 就要在他们有生之年 和过生之后 成为他们的骄傲 五十二 美德和手艺 是小朋友最好的财富 五十三 言谈 是不分阶级的 无论对国王还是奴隶 五十四 没了眼钉 就会不见了一块马蹄铁 没了马蹄铁 战马就会倒下 战马倒下 就会损失一个骑兵 五十五 小心 小心啊 那些天不怕地不怕的人 骗起人上来 眼都不会斩的 五十六 一些小小的疏忽 可能会让成大和 五十七 责任不是因为被要求才有益 而是因为有益才被要求 五十八 先人的荣誉就是属于先人 自己的荣誉要靠自己创造 五十九 大错就源自于对小错的事而不见 六十 语言的巨人 行动的矮仔 六十一 吃得多饭 病就会纏绕着你 吃得多药 病就很难好 六十二 如果你在吃饭之后 觉得皮革沉重 那是因为你吃得太多了 饮食是为了补充和恢复体力 而不是变得困乏不振 六十三 饭前偶尔做十五分钟运动 例如举重 两只手角落一个重物举一举 跳一跳 能够帮助你运动胸部的肌肉 六十四 合理的饮食 武装身体 免受外来的事故 所以 不会被冷意和劳累所入侵 就算偶尔会被疾病眷顾 无论外伤 错伤 或是嘱咬 瘀傷 都很容易会好饭 六十五 人谁无过 改绩性名 固质恶磨 六十六 有学问的傻瓜 比无知的傻瓜更傻 六十七 在员工之前 就找尾数给人 这个时候 一元就有两元的价值 六十八 谁说 Jack 他不慷慨 他硬是落于吸雨 不求回报 为什么? 因为他喜欢给人建议 好为人师 六十九 饱食是罪恶之母 第五章 人生美德 一 美德和幸福是母女 二 一个邪恶的王子 远远不及一个真诚的农夫那么高贵 三 诚实的人 不会接受不应该属于自己的金钱和荣誉 四 受到欺骗的人 往往是那些相信一切的人 五 不好一病就去看医生 不好一有矛盾就去找律师 也不好一颈渴就去找水壶 六 其他人不会背叛你 源自于你相信自己 七 想不想拥有美德? 既要有他的优雅 亦都要有他的美丽 八 蠢人才会选择诡计和背叛 因为他们缺乏足够的智慧 来去做一个诚实的人 九 品行正直 灭视重伤 烂泥扶不上脚 他无可能可以盖得住大理石的光良 十 伟大谦虚的背后隐藏着伟大的美德 十一 方言骑着在债务的背脊上面 十二 方言只得一只脚支撑 而事实就是依靠两只脚而站在那裡 十三 给快乐人家 自己就会获得快乐 十四 最好的医生就是明白 大多数的药物都无效的人 十五 只得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人 才会懂得如何承认缺点和错误 十六 法律就好像蜘蛛网一样 只是擅长去捉那些蚊子仔 就算你夹到实一实 那些大直一点的乌鹰 最终都是会破网而逃 十七 飙肥体壮是好珠 得美兼备才是好人 十八 世界上最高尚的问题是 我能够做些什么善事呢? 十九 所有的人都感恩行善的人 二十 没有道德就没有自由 没有国家就没有个人 二十一 对人好就是对自己好 二十二 鑽石贵过黄金 美德贵过鑽石 二十三 检验一个人正值与否的士金石 是灾难和财富 二十四 如果一个人认为有钱 可以做任何事情 那他就可以为了钱去做任何事情 二十五 不易的杀取就是真正的损失 二十六 伤害他人的人 比对方更加卑鄙 报复他人的人和对方不分上下 宽恕他人的人比对方更加高实 二十七 不好损人利己 二十八 如果没有正义 勇气将会软弱无力 二十九 如果分担忍受他人的痛苦 每个人都会有足够的勇气 三十 对于大傻瓜来说 他会责怪一切 赞美一切 三十一 必需资品 无需讨价还价 三十二 与报复所造成的伤害对比 宽恕更加高尚 鄙视更加有气魄 三十三 穷人无需法律 三十四 很多狐狸会变老 但好少能够变好 三十五 狼会一年换一次毛 但本性就永远都不会改变 三十六 大德大傲 处事低调 三十七 如果想争吵结束 其中一方就要认错 三十八 宽恕坏人就是伤害好人 三十九 无比善良更加受欢迎的东西 四十 礼节不一定是文明 文明也不一定是礼节 四十一 不能忍受他人无礼的人 也不会有多好的教人 四十二 宽容消除伤痛 报复增加伤痛 四十三 忘恩负义 过桥抽板 必遭暴刑 四十四 生意越兴旺的人 他就更加要学会欢喜 四十五 意识到自己的屁股臭的人 就会看不顺眼 其他人的鼻上的每一道皱纹 如果我们自身存在某种缺点又或者不足 他可能就会变得对其他人的评价反应过度 或者更加敏感 四十六 一个人可以容忍自己犯那么多错 但是为什么容忍不到自己的妻子犯了一个错呢 四十七 偶意省大眼明察秋毫 偶意眨一眨眼当看不见 四十八 别玩弄其他人的女人和钱财 四十九 亦苦思甜 五十 好心好意就好像风一样 吹过的地方都会开发 五十一 如果想收获赞羊的果实 首先就要播下善言和善行的种子 五十二 慷慨的心灵都是相似的 五十三 最低等级的蜜蜂也有耻 而且还会使用它 五十四 成功者要欠虚 五十五 傲慢的三餐是以虚荣开始 以轻灭结束的 五十六 骄傲的人常常都当众受辱 就好像自己的痛处常常被人碰到那样 五十七 密码为数字争光 谦信为美德添彩 五十八 谦虚可以令到伟大的人更加可敬 五十九 绝对不要和其他人炫耀你的酒 你的马和和你在同一座床的人 六十 人之所以会变得更加谦虚 更加明智 是因为他走过弯路受过挫折 六十一 不懂得隐藏自己才智的人 就是傻子 六十二 骄傲就好像中风一样 很少可以治好 六十三 聪明的人选择 在对手里吸取的长处 远远要被那些傻子在朋友里吸取的多 六十四 谦虚的表现 并不是硬是都会攻击骄傲的 六十五 骄傲和大声乞肚的乞衣 并没有什么两样 都是这么妄撞无礼 六十六 想要指出其他人的缺点 首先就要洗干净自己的手 六十七 谦虚是美德 修协是缺点 六十八 谦虚对待上级是职责 谦虚对待平级是礼貌 谦虚对待下级是高实 六十九 绝望摧毁了一些人的生活 而傲慢就可以葬送更多人的前程 七十 骄傲据文化 是好人最难跟随的一个缺点 他善于桥庄打扮 有时甚至乎会戴上谦逊的面具 有些人以整齐得体的穿着为荣 而有些人就戳之以备 永远不收蝙蝠 七十一 伤害写在泥上 因为刻在石头上 七十二 骄傲和富有共进晚餐 和贫穷共享午餐 和恶名同食晚餐 七十三 拥有良好的心灵 就好像每日都过着圣诞节 七十四 如果为美德感到骄傲 就好像用解读的药来读死自己 七十五 不打听秘密的人是明智的 不泄露秘密的人是诚实的 七十六 一个人的一切精神和道德 都会被贫困所剥夺 七十七 效仿好人和扮好人 天差地别 七十八 罪业不是因为被禁止才有害 而是因为有害才被禁止 七十九 真正的伟人 不会踩死一条小虫 也不会欠慰权贵 八十 不克服一个缺点 相当于滋生了两个缺点 八十一 人的优点 不能够弥补他的无礼 八十二 行善需要牺牲 八十三 勇于承认错误和改正错误的人 少之又少 八十四 做坏事有痛无乐 做好事有乐无痛 八十五 迅速回应他人的需求 就好像你帮了他两次那么有价值 八十六 美德不会每次都令人变漂亮 但是恶幸一定会令到一个人丑陋 八十七 好人好小不安 坏人天天难安 八十八 有些人虽默默无闻 但是就有名人一样这么伟大的灵魂 八十九 不要看其他人封信 不要偷其他人的荷包 不要听其他人的秘密 九十 千万不要为了买财富而出卖道德 也不要出卖自己去买权力 九十一 丫麻要远离火种 青年要远离赌博 九十二 邪恶知道自己丑陋 所以会戴上面具 第六章 爱情和友谊 一 如果你没有屋和火炉 作为对妻子的保障 那就千万不要结婚 二 检验黄金的是火 检验女人的是黄金 检验男人的是女人 三 失去了好的妻子 就失去了上帝赐给你的礼物 四 不要因为怕吉亲 就不敢去摘美丽的玫瑰 不要因为怕惹是非 就不敢娶个娇妻回家 五 有不存在爱情的婚姻 那就一定会有没有婚姻的爱情 六 善待朋友能够留住她 善待敌人能够争取她 七 去好远结婚 一不是骗人 一不是被人骗 八 好妻子来自好丈夫 好的农作物来自好的农夫 九 爱情和权力讨厌陪伴者 十 忠实勤健的朋友最为可贵 十一 要爱也都要被爱 十二 一个公开的敌人可能是和因 一个虚假的友人就可能更加可恨 十三 选择朋友要慢慢来 换朋友也都要慢慢来 十四 娶妻其实娶的是关怀 十五 没有妻子的男人不是完整的男人 十六 情人眼女出世诗 十七 婚前请省大双眼 婚后请只眼开只眼闭 十八 爱情和牙痛有很多治疗方案 但除了拥有和失去之外 其他都不一定有效 十九 假如你渴望被爱 那就去爱其他人了 并且令到自己变得可爱 二十 遇到两个好的老婆 都不会遇到一个好的老公 二十一 自爱者无情敌 二十二 生活的好坏 最具于家庭有嫌妻 还是嫌妻 二十三 好妻子和好的身体 是一个男人最大的财富 二十四 艺妆的朋友就好像阴影一样 只有在太阳照耀的时候才会出现 二十五 借钱给敌人 就会令到他成为你的朋友 但借钱给朋友 就会令到你失去他 二十六 探朋友可以增进友谊 但是不应该这么频繁 二十八 告诉朋友 自己的错误需要很大的信心 指出朋友的错误需要更大的信心 二十八 去人家里坐 应该好像冬天的早上一样这么短 搞得主人嫌弃你和赶你走 就无谓了 二十九 来客就好像一条鱼 等在这里三天就会臭了 三十 一个烂苹果会摧毁他的同伴 三十一 有三种忠诚的朋友 年老的妻子 养了很多年的狗狗 还有随身攜带的现金 三十二 如果你不想令到敌人知道你的秘密 那和你的朋友也不要吐露秘密 三十三 兄弟可能未必是朋友 但朋友就经常都会是兄弟 三十四 有些事情值得争论 朋友值得了解 美德需要普及敌人 三十五 朋友之间做生意 一定要数还数 路还路 这样才能够友谊长存 三十六 真正的朋友是最好的财富 三十七 承诺可以交到朋友 而失信就会变有为敌 三十八 和那些傻的朋友亲密无间 就好像躺在剃刀之上 三十九 友谊不需要过于客气 但亦都要有一定的礼貌 四十 阿Kate想嫁给Thomas 没有人会指责他 Thomas不想娶阿Kate 又有谁会责怪他? 世事就是这么不公平的了 四十一 关键的时刻要靠自己 不要太信赖你的仆人或者朋友 为了个人的利益 你的朋友可能会出卖你 仆人里面亦都很少有忠诚可靠的人 四十二 笑苦 吓人 下雨 只需要三天 人就会对他们深深厌倦 四十三 去探下你姨妈 但不要每天都去 去你兄弟家坐下 但不要每天晚上才去 四十四 说话刻薄的人 是不会有朋友的 一瓶子蜜糖 远远要比整瓶醋捉住的乌鹰都重要多 四十五 激情的结束 就是懊悔的开始 四十六 鄰居可以相亲相爱 但是围栏绝对不可以拆掉它 四十七 找清你所有的债务 你才会知道你拥有些什么 第七章 智慧之门 一 没有受过教育的天才 就好像埋没在矿石里面的银似 二 无知并不可耻 不愿意学习才可耻 三 有很多聪明的人 没办法用自己的脑去填饱自己的肚 四 一盎司的智慧 胜过一磅所学的知识 五 假如你聪明 有学识 那加上智慧和谦信就再好不过了 六 看多些书 但不要乱看书 七 历史学家所聚述的历史 与其说是曾经发生过的事情 倒不如是他们认为发生过的事情 八 经验始终都是收到很贵的学校 但是笨人就不入这家学校都不行 九 言语展示智慧 行动揭示意图 十 大多数傻子都认为自己只不过是无知 十一 哪里缺乏理智 哪里缺乏一切 十二 智慧的大门永远不会关闭 十三 为自己的学识而感到骄傲 就好像被阳光强到自己的眼睛盲了 十四 羡慕是无知的女儿 十五 教小朋友的第一课是服从纪律 第二课才是你想教给她的任何东西 十六 沉默并不是总是代表着智慧 但是暗沉永远都是愚蠢的体验 十七 有学问的傻子我见过无数个 但是没有学问的智者我就很少见 十八 柔柔和打架最好离远一点去看 十九 一对好的耳朵胜过一百个零牙利尺 十五 别轻信其他人的说话 十五 别自以为很聪明 而忘记了其他人也很聪明 十一 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十二 做好一件事事半功倍 十三 给年轻人的忠告 选择最精彩的生活 习惯为生活增添光彩 但是很多年轻人并没有选择任何生活方式 也并没有定制任何生活目标 三天打鱼 两天晒网 结果就一事无成 二十四 智者借监其他人的不幸 傻仔就在自己的遭遇中吸取教训 二十五 一个出色的天才 在他自己的国家 就好像埋没在旷山之中的金条似 二十六 希望引人奋斗 红暴激怒公牛 二十七 和没有知识的傻仔相比 有知识的傻仔会用优美的语言胡说八道 但是仍然是胡说八道 二十八 想成为一国的伟人 可能会失败 想成为最好的人 可能会成功 和自己赛跑的人 有可能会胜利 二十九 什么人强大 改了那些漏杂的人 哪个富有 知足常乐的人 三十 就好像月亮的形状会变化 运气的变化对一个聪明人 不会有任何的伤害 三十一 傻仔的日子会浸在酒里面 智者的生活会放在思考里面 三十二 人人都需要正确的判断力 但是很少有人拥有 亦没有人想要 三十三 一群烏合之众 就好像一个怪物 虽然有很多个头 但是就一个脑都没有 三十四 永远不要不舍得 倒酒给牧师 还有给个布甸的面包师吃 三十五 有人因为学得太多而黏了 但是没有人因为学得太好而黏了 三十六 阅读使人充实 思索使人深刻 交谈使人明识 三十七 如果有人赞我 我亦都会将他当成好朋友 这样赞他 三十八 有学问的人 就好像肥肉的土养 不是生些农作物出来 就是会杂草重生 三十九 智者听到的每一句话 都只是信一半 四十 诡计遮遮掩掩 真相坦坦荡荡 四十一 慷慨不是比得多 而是比得对 四十二 妙师忠爱清神 四十三 吃得饱 他脑就会蠢 妙师在厨房里会挨肚饿 四十四 阿添好有学问 会用九种语言来讲马 但是就好无知 买了一只奶牛来骑 四十五 讲大话的人 不一定是傻仔 但是相信他的人一定是 四十六 少奖励胜于大包奖 四十七 少表扬 更加要少批评 四十八 硬是认为自己正确的人 有时会犯大错 四十九 掩饰错误 要比改正错误难得多 五十 熬犬看起身很温顺 但是咬起人上来非常凶狠 五十一 条腻犯错 耳朵会受罚 五十二 两个无乃相互背叛的时候 既不需要谴责其中一个 亦都不需要同情另外一个 五十三 少错易承受 大过难担当 五十四 骄傲登上马车 一 羞恥紧随其后 五十五 用蠟燭做的脑 不要在太阳下面行走 第八章 人生秩序 一 奇怪的是 生活多变的人自己就很少变化 二 如果想有空 就要好好利用时间 三 你可以延后 但是时间不会 四 浪费时间是最大的奢侈 五 有时间就不要等时间 六 时间充裕 但事实证明硬是不够用 七 昨日之事 今日之事 八 应该充分地利用空闲的时间 九 明日 任何的错误都能够改正 但是你无法等待 这个明日的到来 十 一个今日等于两个明日 十一 每日虚度光阴 就相当于每日浪费了一百英镑 十二 想变成怎样 就努力去实现 十三 昨日的面包好 今日的肉新鲜 上年的酒香醇 十四 人能够相遇 但是山就不行了 相比起山的永恒 关系是脆弱的 十五 就算是最伟大的君主 亦都必须用自己的屁股 坐在最威严的皇位上面 十六 没有法律 没有温饱 十七 不能够服从管理的人 是不能够指挥其他人的 十八 法官应该遵从法律 人民应该遵从法官 十九 宽松的法律 很少有人遵守 严苛的法律 很少能够被执行 二十 想要活得长久 就要活得好 愚蠢可护 好短命 二十一 下定决心容易 二十二 坚决执行困难 二十六 人中豪杰 空怀大志 二十八 取其优点 去己缺点 二十六 鼓起勇气 人总有一死 死神不会将你排除在他的世界之外 二十五 当你需要耐心的时候 就硬是找不到他 那又怎样可以证明你有耐心呢? 二十六 钢 钻石 和对自己的了解 这三件事都极其坚硬 二十七 为了利益 要违背一些人的原则 为了原则 就要反对一些人的利益 二十八 哲学家和二世祖 一样会经常改变时常 二十九 如果你能够在买东西的时候 耐心点地走下 你一年绝对可以省回几英鸣 三十 作为一块铁针板 你要很稳定地垫在那裡 作为一个锤 就要大力地打它 三十一 做了不应该做的事 就要听不好听的说话 三十二 车轮越烂 声就越大 三十三 骑马的时候 要紧贴马背 但如果所骑的是人 那就可以坐得轻松自愈 三十四 舍欠购物 必负利息 三十五 遥远的希望 都是靠不住的 命运就像财富一样 鞭花无实 三十六 嘴要湿润 脚要干潮 三十七 一间精心布置的屋子 一块精耕细作的田地 一个勤劍持家的贤妻 此乃人生巨富也 三十八 向前望 如果不是你就会落后 三十九 刀仔 可以叫它大树 四十 碎雪笑风年 四十一 三百神 如果不是四肢发达 头脑简单 他就不会把头 塞入一个档库裙子 四十二 经常迁移的树 往往武扎根 在一个地方的树 这么绝壮和茂盛 一个经常搬迁的家 也是如此 四十三 无乃争吵的时候 诚实的人获其所需 牧师争吵的时候 大家获得真相 四十四 别做你不了解的事 四十五 马和骑马的人 所想的东西并不是同一件事 四十六 积小成多 四十七 要听理智的话 如果不是会遭殃 四十八 如果一年能够跟随一个恶杂 那么恶棍也能够成为好人 四十九 危险是祈祷者的调味品 平时不拜神 临急抱佛 五十 伤口容易遇合 恶名很难去除 五十一 愚蠢的第一层次是自以为聪明 愚蠢的第二层次是宣称自己聪明 愚蠢的第三层次就是鄙视其他人的意见 五十二 四月冬 梁仓林 五十三 学问 无论是出自投机还是实用 无论是用于一般还是综合管理 都是财富和名誉的基本完全 五十四 控制着冲动的人是主人 服务于冲动的人是仆人 五十五 名誉就像玻璃和陶瓷一样 这么容易破裂 而且无法修复 五十六 能够接受指责并且改正错误的人 就算不是聪明人 离聪明也不会太远 五十七 通向荣誉的捷径 是凭良心为荣誉做事 五十八 想要在死后流方后世 一不是就写出全世之作 一不是就做一些值得其他人去写的事 五十九 真正自弱 比写书和作曲更加聪明 六十 除了怕做坏事 其他事都不需要怕 六十一 无所事事带来烦恼 安逸带来劳苦 六十二 过于顺从脾气 就是不尊重脾气 六十三 比起聪明人 傻子不会有那么多的烦恼 六十四 木匠和医生 都最怕工具出现问题 六十五 假如激情辞情 那就用理智来拿着姜吃 六十六 当一个人的愿望 实现了一半的时候 他将会增加一倍的烦恼 六十七 愤怒也是有理由的 但理由很少有正确的 六十八 愤怒能令到一些东西温暖 但会消坏牢具 六十九 无知足的人 硬是会烦恼 七十 有一个平静的耐心 就算在雷声之中 亦都可以安然入睡 安宁和内疚 永远都会分道扬飙 七十一 做了不应该做的事 就会承受不愿意承受的事 七十二 小坏蛋容易变成大恶人 七十三 享受当下 无忘过去 对于死亡 不用怕 无需期盼 七十四 人处于激情之中 就好像骑着一匹列马似 第九章 人生之旅 一 一个好的旅行者 需要一匹好马 二 忽然之间得到的权利 容易令到人骄傲 得如其内的自由 容易令人放纵 良好的行为举止 是逐步养成的 三 放飞快乐 他们将会伴你飞尘 四 那些坏了的钢 永远都不会练出好的道 五 借酒消愁 愁更愁 六 谁是智者呢? 向其他人学习的人 谁是强者呢? 能够控制冲动的人 七 人在得到小病之后 才会重视健康 八 为什么盲人的老婆 也会投资抹粉呢? 九 如果你想要一个好的妻子 那就应该在星期六选 十 但凡是书业都有皮 十 一 金钱和优雅的风度 造走新史 十二 智者要求不多 全部都是正当的获得 适度的使用 快乐的分配和满足的离开 十三 沉迷于打扮 会遭到诅咒 十四 学艺应该循序漸进 数月的黑苦学习 才能够收获 常年的征赞技艺 十五 一个谋士相当于两个勇夫 十六 既为大众忠诚服务 又令到大众完全满意 这是不可能的 十七 人经常会看错自己 但很少会忘记自己 十八 别老奴上帝或者窮人 除非你想自取滅亡 麻英在圣坛上面拿走一块碳 最后就烧了她的巢月 十九 聪明和漂亮会害死你的 二十 去市集的时候 一定要穿一件好的衣服 二十一 以家族为荣是羞恥 家族以自己为荣是光彩 二十二 天父因勇而生 不要掩藏 树荫之下的太阳也有用吗 二十三 一不是做好它 一不是就不要做 二十四 天分需要谨慎使用 如果不是就会遭遇不幸 二十五 当一个人赤身露体 就连皮肤都脱了的话 一白的贼也不用指意在他身上 脱到什么下来 二十六 什么都不想的人最幸福 因为他永远都不会失望 二十七 一次失足可以挽回 一次失言没办法弥补 二十八 没有枯木的森林很少见 全部都是好人的家族也很少见 二十九 有一记之墙 就好像有一块田在手上 三十 有人审时度势 也有人不是这样 三十一 人爱有人 山爱有山 三十二 五百年前大家都是一家人 三十三 同缺点作战 和邻居和墓 祝你一年好过一年 三十四 人肯是宁愿找六个借口 也不愿意说一次真话 三十五 没有渺小的敌人 三十六 好的纺织机会有一个很大的疏 三十七 人很少会忘记自己的屎巧和坏习 三十八 杀鸡烟肉牛刀 三十九 话题好 探讨多 四十 跟随恶习 难过预防恶习 四十一 每个人都有足够的自信 四十五 人很少会忘记自己的诚实 四十二 人很少会忘记自己的理解力或智慧 四十二 规章管不了疯狂的国王 麻省绑不住疯狂的公牛 四十三 国家更跌 避免不了分军 换个床位 不会治好你的病 四十四 阿添的人虽然好 但不适合传道 鸡虽然不错 但不适合刮胡桑 四十五 强度得意 小偷被搅 大度登上皇位 但和你和我又有什么关系呢? 四十六 骗子和殉麻相似 好心相待 但就会被他咬 四十七 愚蠢的人说话多 但实际上言之无物 四十八 主观猜测 会首先蒙住一个人的双眼 然后就会驱使他狂奔 四十九 喂食的人很少会吃到好的晚餐 五十 智者和勇士都敢于刑藏 五十一 骄傲的人亦都会争护骄傲 我是指其他人的骄傲 五十二 究竟是谁对一个人的评价才最准确呢? 他的敌人 还是他自己? 五十三 孤寒是傲慢的家长 五十四 勇者和智者心如菩提 懦夫和蠢人 铁石心情 五十五 傲慢和卑鄙之间 只隔着一块薄板 五十六 太完美的榜样是一种重上 难以得到原谅 五十七 很多人说一套做一套 五十八 如果想感到知足 去看那些没有你拥有那么多东西的人 不要去关注那些被你拥有更多的人 如果这样你还是不知足的话 那你就不配拥有快乐 第十章 哲理人生 一 长久的生活不一定足够美好 但生活得好一定足够长久 二 眼观现在容易 展望未来困难 三 只得人和瓜果很难看透 四 对于那些不听劝告的人 我们是没办法去帮助他们 五 暴力爬在公里的背脊上 阿屎 受彩如上兵 有理说不清 六 不能够因为不在场 就说自己没错 就算在场的 也都并不是没有借口 七 磨练是一间大学 八 我的胜过我们的 九 人在弱观之年 就应该以自己的意愿为先 人去到仪立之年 就应该以自己的智慧为先 而处于不惑之年 就应该以自己的判断为先 十 人应该为了活着而吃饭 而不是为了吃饭而活着 十一 只有金钱比蜜糖更加甜 十二 主人的眼睛比手更加有用 十三 疼痛消耗体力 享乐消耗智力 十四 世界上最美好最普通的两样东西 是羊帆的船只和怀胎的女人 十五 家有一脑如有一宝 十六 上帝治病医生收钱 十七 年轻人阳光冲动 老年人谦信多疑 谷睡未熟的时候谷立而挺 成熟之后就会低头的了 十八 迟到的孩子 早来的孤儿 十九 如果和狗睡在一起 你起床的时候一定会成身狗失 近株者尺 近墨者黑 二十 成功摧毁了很多人 二十一 有年轻心态的老人活得长久 二十二 越了解世界的人越不喜欢世界 二十三 安全的方法从来都不稳妥 二十四 无忧无虑的人并不安全 二十八 人类是很奇怪的生物 有一半硬是去扎烂自己所从事的事情 而另一半就去从事被扎烂的事情 其他的事该讲就讲 该做就做 二十六 狡猾的人不及一个有一半狡猾的人 二十七 问心无愧 无所畏惧 二十八 古人告诉我们什么是最好的 但更加重要的是 我们要知道什么是最适合现代人的 二十九 食可以令到自己心情愉悦 而着只是为了取悦他人 三十 良心会报复所有损害良心的人 三十一 狼蛇会偶尔吃下羊 而人就吃了上千万只羊 三十二 最期望得到的礼物 不是其他人白白给你的 而是自己努力得到的 三十三 大家每天都能够 对感觉到的事情有不同的意见 但是对看不见的事情就意见一致 二十四 很多人信自己的记忆力不好 但是很少有人说自己的判断力差 三十五 小心甜酒的酸和好人的火 五十六 暗地里尊敬好人的人不算太坏 三十七 好的榜样才是最好的说教 三十八 只是知道一件事的名 而不知道一件事的本质是没有意义的 三十九 黄金时代永远不是当今时代 四十 人无论年龄大小都会有自己的玩具 只不过是价钱不一样的 四十一 爱之心 宅之浅 四十二 饥饿的眼中不会有缩的面包 四十三 彬彬有礼 狡诈无比 四十四 吸治者敬酒的人更充伟 四十五 太阳从来都是无怨无悔地付出 亦都不要求回报 四十六 改正一个错误怎么都好过犯两个错误 发现一个错误怎么都好过两次犯错误 四十七 如果袋鲜都不鲜下 就站都没办法站直 四十八 畏惧之人也是可憎之人 四十七 世界上最容易的事情是自欺欺人 五十 慷慨的人最不在乎钱 亦都最怕没钱 五十一 忠言逆耳 五十二 偶以拒绝就是帮助 五十三 虚伪的好客就是打开了大门 但是就收了真容 五十四 魔鬼在毒药里混入蜜糖 五十五 吃得太多就会嘴吊 五十六 能够用到的知识 并没有多深奥 五十七 饥不择食 五十八 如果不用吃饭 大家一早已经穿好衣服 五十九 无能的人经常搞阴谋 六十 赞羊不应该赞羊的东西就是一种极度的侮辱 六十一 柳枝虽软但能捆柴 六十二 走后套真言 六十三 两枝干柴可以点燃一枝新鲜的树枝 六十四 没什么被眼泪干得更加快 六十四 只有不断培养好的习惯 同时不断打破坏的习惯 我们的行为举止 才能够自始至终都是正确的 为了勉励自己 坚决克服自己所有的缺点 富兰克林在1728年 又想到一个实现完美品德的计划 他认为只有不断培养好的习惯 同时不断打破坏的习惯 我们的行为举止 才能够自始至终保证是正确的 为了达成这个目标 富兰克林就总结了十三条成功要素 一 折制 食不过饱 饮不过量 二 监默 就是讲对人对己有益的说话 不谈闲计 三 秩序 物归其位 事定时限 四 决心 该做的一定要做 要做的一定要做 五 折剑 就是为了对人对己有益的事情埋单 也就是不要浪费 六 勤勉 不要浪费时间 就是做有用的事情 解除一切不必要的行为 七 诚恳 不要恶意骗人 思想纯极公正 讲话也应该是这样 八 正义 不做伤害人的事情 做有益的事情才是你的责任 九 中庸 不走极端 隐隐其他人对你的伤害 将它视为应得之事 十 清洁 身体 衣物和住所力求整洁 十一 不要被琐事 普通事 又或者是不可避免的事故所繁扰 十二 精洁 只是为健康或者生育的目的行防事 爱惜身体 不要损害自己或者其他人的安宁和名誉 十三 谦逊 向耶稣和苏格拉底学习 传书 完 今集的时间来到这里差不多了 如果你觉得本集的资讯帮到你的话 记得subscribe这个channel like和share你的影片 按下个小铃铛 加入会员频道或者使用超级感谢 赞助一下我的制作 我是陈老师 说不定我们明天会再见 拜拜